红翔紫藤里小区六月份刚交付 罗女士说 她的房子在九状还没有收房 验房的过程中 我们去负一层看了 我们下不去 然后他们验房的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下不去 然后就带我们去 对面有能下去 负一层的电梯下去了 来到九状三单元 电梯没有负一层的选项 旁边的石状也是同样的情况 业主王女士说 买房的时候 还特地和销售确认过地下室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 哈尔滨人 然后我原本在哈尔滨的 家里就是一楼嘛 我买过一楼的房子 然后当时销售推荐的 就是这个石状的一楼 所以我比较关心在意的 就是它是否潮湿的问题 然后当时他们确认 就是在售楼处的时候 他们到里面的一个办公室 自己私自确认的 就私下确认的说 回头我在售楼处的大厅 告诉我说 这个是有地下室的 然后不用担心潮湿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买一楼 王女士提供了 事后和销售的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 当时确实没单独说过 强调过 没有地下室 那时候比较忙 酒状业主卢女士提到 她花八万块钱 买了一个地下车位 本来是为了方便 现在她得走出自家单元楼 到对面走楼梯 或者去别的单元楼坐电梯 才能下到地下车库 碰到雨雪天气会更麻烦 对此先前开发商海宁 宏庆置业答复 九十两张的购房合同上 写明了建筑总层数为八层 其中地上八层 教授跟我们是一带而过 没有没有具体的解释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维权的时候 开发商解释说地下插层 就是没有地下室的意思 对之前说合同都是一样的 对一张时装都是一样的 业主们提供了一张项目红线 内外不利因素阳光公示的照片 说是开发商当初设在售楼处的 其中第一条就写着 九状十状电梯不通地下室 停车后上下不方便 他们表示 买房的时候 没有人跟他们特别说明过 他也没有带我们去看公示 我付丁金的时候 他也没有告诉我不利因素 即使我在签合同的时候 是他写的地下插层 但是他没有跟我确认 明确这个信息 那我稀了糊涂了就签了字 销售员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有一个不利因素的告知的 再说我们那个现场的话 就是在我们社会部 就大门口进去的位置 我刚刚发给你的视频上 应该看起来比较明显 这进去就是一个不利因素的告知 这图纸也是经过设计报备 然后规划认可 通过图审之后才能进行施工的 然后我们销售肯定是根据 我们这个设计图纸来 进行产品的销售 所以出于什么考虑呢 一个呢是可能也是地下室容积的方面 还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销售的节奏 黄经理表示 不利因素公事当初就放在售楼部进门处 海宁市公正处也对沙盘 及售楼处环境出具了公正书 几位业主说 先前开发商给的方案是补偿两个月的物业费 300块钱 他们没法接受 我们开发商是没有实质性的违规的 那基于人性上的关怀呢 我们打算这样 首先呢一个在九状十状前面一个人性坡道 人性坡道这个位置呢 真是一个雨棚的顶盖 然后那个业主在使用过程当中 受呼吁影响呢 可能尽可能减少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针对九状十状的购车位的业主啊 我们公司也在想跟物业公司进行协商 在物业税上去一些适当的优惠 黄经理表示 针对此事 他们会继续和业主积极保持沟通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